我只要 你救我 3月5日 點華大飯店 一群群熱情洋溢的爺爺奶奶們聚集在這裡 舞動著自己的身體 散發出與年齡不符的熱情 這是國際讚美超感恩餐會 每年都會在這個時間舉行 來自台灣北部的讚美超愛好者都會來到這裡 現場席開擺桌 創辦人吳美玉上台分享 協會創辦之初的點點滴滴 沒想到的是讚美超 一群為樂華人之光 我們這一次15週年 在馬來西亞 做一個全世界性的慶祝 將近3000人參加 在每週呢 就如我們謝醒明牧師講的時候 像那個河水的流 一直流流流流流 阿伯不知道要流到腰 流到轉色 也是我們華人之光 因為是從我們華人開始 白人啊黑人 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 又唱詩歌又跳舞又運動 除了讚美超之外 現場還請來 前胖達人董作 徐迅平也來現場分享自己的得救見證 談到感動之處 深情表示 讚美超也是傳福音的好工具 神經裡面講要變賣所有一切跟水果 所以 我現在上市公司把它賣掉了 我現在先產業把它處理掉了 我現在全職 在幫助跟我們的弟兄姐妹 在幫助所有一起苦難的人 各位今天跟各位分享 這個生命見證 讚美超 它是個策略 透過讚美超的策略 所以你要幫助你旁邊還在迷失的人 你要幫助你旁邊還在脫腹中的人 讚美超協會表示 讚美超不僅僅在台灣受到歡迎 甚至最近馬來西亞 新加坡 香港等團體都有興趣 並在近日即將赴台學習讚美超 可以說真的是 紅到了國外去 論壇報記者採訪報導